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這裡是雙連站 然後我們查到這邊有非常多美食 然後我們有觀眾跟我們推薦這邊附近一些好吃的 我們今天都來清一清這些名單吧 這邊很厲害的是我隨便 隨便查一些什麼麥當勞 都是幾千則評論 就是表示這邊人超多 所以大家應該是對這邊很熟悉這樣子 麥當勞特好吃嗎 好啦 我們第一天來吃這一間 阿力越南河粉 然後是我們觀眾蟹老虎 推薦我不下集100次了 我不來吃太多不喜它了 好 哇 好啦 我們已經開吃一陣子了 應該說你開吃而已 因為我不能吃牛肉 然後我叫他不要點河粉 因為我跟你講他吃了這一碗的話 後面全部他基本上都只吃半口而已 對 你們別看這樣 平常他都吃一點點 然後幾乎都我在吃了 然後這個好喝嗎 很不錯 就是他有湯啊 滿清甜的 然後也是有一點微微的那種刺激感 我不確定是因為胡椒還是什麼香料造成的 然後可是你要很細很細的才能品嘗到 他那個刺激感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肉的品質啊 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吃起來也覺得不錯對不對 肉很甜的 然後如果你有吃到那種筋的部分的時候 其實也是微微的有一點那種Q感很好吃 好 這個是我看到人家點那個叫什麼 大春捲 哇 太誘人了 跟一般的不一樣 一般都是比較細一點的那一種 他的是很大一個這樣子 而且他顏色透出來怎麼會有五顏六色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想要來點 點起來吃還真的蠻好吃的耶 嗯 我吃一看喔 好 它裡面的料啊 蠻多的 就是 那個肉啊很像我們在吃那種 燒賣裡面的那種 對 有點 這個肉有點粉紅粉紅的 看起來很新鮮的樣子 它的確很新鮮 就是我們去吃那種 哇 現包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我剛剛剛剛在做的 哇 那個工序 看起來就非常好吃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蠻喜歡 而且這個皮啊 有一點點就是像那種 糯米的那種 因為它可能是用糯米紙嘛 所以你咬起來會有點黏黏感 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 像脆脆然後黏黏一點 有點小黏牙的感覺 這個好吃而且又很大一個 我剛剛看到裡面好像那種包冬粉對不對 你拍不到它的側面嗎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皮有比別人厚耶 然後吃起來非常糯這樣子 接下來這個炸豬肉啊 我已經吃了一陣子 已經快被我吃光了 然後它這一份是90塊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蠻爽快 其實肉蠻多 它剛剛是滿滿的一盤 沒有吃到剩下一半了 好 球菜來吃一看 炸豬肉都會炸得很乾 但是你看還看得到它的紋理 它看起來就是非常水嫩的樣子 然後它的口味啊 有點像是我們吃那種 越南排骨的那種你知道嗎 越南排骨有點像 香茅口味的樣子 對 然後它就是把它做成 再做在炸豬肉 它醃單的裡面 它皮好酥好吃 對 然後它不會過分的調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還滿好吃 它豬肉品質也還不賴 清爽 吃起來還滿爽的 嗯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到這間 讓網摩摩達是不是 它之前查到是在別的地方哪邊 對 它這個連鎖店好像在東區還是信義區 什麼都有的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離我很遠 我想要吃到它可能有點難 結果沒想到讓我巧遇了一家新開的店 而且人家還正在試營運 對 好啦 終於讓你看到啦 欸 這好大一個喔 這個真的不是 好脆喔 像巨無霸漢堡版的那個 摩摩 那個叫什麼 豆芽摩 豆芽摩 好大一間喔 我們今天點的是金層蜜醬肉絲啦 好像就是金醬肉絲 然後把它包在膜裡面這樣子 好 我們剛剛吃的時候 這個叫做紫禁層蜜醬肉絲 你喜歡嗎 還滿好吃的 可是它沒有像一般 我們在餐廳裡面吃到的金醬肉絲 這麼的甜麵醬 這麼的甜 這個在家裡是會被媽媽罵 你就是那個媽媽 它這個餅超脆 會一直掉 它這個盤絲餅啊 就一絲一絲的 非常有口感的酥脆 然後裡面肉量非常的多 但是它一份也要價不費啦 因為通常我們吃到都是 都是50-70 這樣子 它量也比較大這樣子 那我自己就覺得它這個餅皮啊 有點像是麵條弄成的那種餅皮 你知道嗎 對 就是一絲一圈 一絲一圈一圈的那個麵條 然後把它做成煎成平台 比較像那種酥餅之類的 對對對 我自己是覺得頗有麵條感的啦 就比我們在夜市吃到了肉夾火 我覺得這個餅的口感酥脆多了好吃多了 我覺得都有各有特色啦 你看它這個就是很像那個麵條的感覺 我想起來那個叫什麼 麵線用煎的有沒有 就很像這種感覺 它那個咬起來的口感就是這種口感 它真的把它當成漢堡在做 也有很多像漢堡的口味 劉平論啊 會有送飲料這樣子 不拿白不拿 我是吃過之後 把你 欸 其實值得給新作 就拿一下 不拿白不拿 我才會吃過 就這樣是一點的 可以了 我會不會的 我們來 好啦 我們開吃啦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來這邊 因為我們剛剛走路經過的時候 剛剛他寫的那個名字叫塑膠麵 然後你先... 然後好奇查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說 結果日本人的那個搜尋量更大 你不是塑膠做的 對對對 我不是塑膠做的 塑膠做的 然後我們查的時候我就想說 可能會貴貴的 心裡有意義 結果低於我們心裡預期的價格 然後又漂亮了 然後他就喜歡這種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想說 好不要吃辣 因為他不敢吃 結果發現他是比較麻 他比較麻不辣 哇 鄭重我下懷 對 所以他就跑來吃這樣 對啊 這個是我們的火燒蝦塑膠麵 怎麼一點都覺得怪怪的 不是受嘎嘎的 不要笑 他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我就是選一個粗麵 你看我現在我這個是寫細麵這樣子 哇 看起來超好吃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那種日式拉麵麵條 中泰麵的那種 我們的川味經典塑膠麵 來拌一下吧 然後我們開始吃了 好好吃 他這個醬的雞底很好吃 對 就微微的有一點酸這樣子 然後微微辣 微微麻 對 然後我們剛剛在吃的時候 是有問一下老闆辣度 所以他有跟我們聊一下說 他的辣度其實是 比如說那種最辣的大概是10級 他大概是2級 就是你會感覺到辣 但是其實麻比較多 他這個麻還蠻好吃的 只是像我這麼不能吃辣的人 我大概配一杯飲料 慢慢吃是可以把它吃完 對 而且會吃得很開心 很開心 好好吃喔 然後你最喜歡這種 我剛剛吃一口就知道了 我這個也一樣 這兩碗麵的那個雞底是一樣的 然後只是說我們上面配料不一樣 好 那你的是火燒蝦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是 焦麻的這樣 我們交換了一下這個麵 你現在認真地講麵 我現在這個是市議的麵 然後我跟你講 它這個雞底 我跟你講 我知道日本一定會超愛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你去過明古屋 他們吃 他們有一種東西叫台灣丹丹麵 其實它那個味道就像這樣子 然後有點微辣微辣的 然後有點重的醬 而且他們的台灣丹丹麵是辣的 對 滿身體的 這做的比他們那個 鱗骨很有名的台灣丹丹麵 還好吃 然後它裡面的配料 比較單純就是肉燥這樣子而已 而且我覺得日本人來 日本人來這邊 他一定會覺得很瘋狂 哇 這一碗才100粗 日本的話都是200多300的這樣子 然後像這個 也是剛才基底 可是它換成粗麵之後呢 哇 很好吃 而且它這個醬整個拔在這個 麵上面 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有一點點像 類似像麻醬的東西 對 然後讓它那個花椒啊 還有這些辣的麻的味道 全部都黏在上面 吃起來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爽 喜歡耶 好喜歡 然後它這個麵的口感 非常的Q 有一點點像烏龍麵那一種 就冷的烏龍麵 冰震的味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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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讚讚 回到這一碗了 然後你看 我跟你講 你拿這個火燒蕉 給大家看 哇 它火燒蝦我們剛才已經吃了好幾尾 它裡面滿滿都是火燒蝦 然後它火燒蝦的味道 非常的甜對不對 對 就是很蝦很鮮這樣子 對 它都已經幫你剝好 可是我估計裡面差不多有10隻 估計了 因為我剛才已經吃了幾隻 現在還剩下一些這樣子 重點是 你知道這一份多少錢嗎 多少錢 單點180 套餐190 加10塊多一碗湯跟一個小菜 一定要兩點 我覺得在這個地區 這個價位真的很可以 真的 這裡面又超漂亮的 真的我覺得蠻薄的 天蘿蔔對不對 就是有點像日本吃到的 字物大根 所以我知道日本也會喜歡這種 怎麼樣 這個湯加10塊就有 可是我覺得它不簡單 首先你看它的顏色 非常大湯的感覺 可是喝下去是滿滿的中藥味 很像我們吃好吃雞肉的時候 附的雞湯 它也是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小菜味道 都是比較膨酸一點點的 剛好可以綜合這些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好 拌一下這個紅油炒手啦 它這個紅油炒手啊 它包得非常的紮實 有點像一個小元寶 然後小餃子 因為我們一般外面吃到那種 紅油炒手啊 還要更紮實的 非常的多 其實我覺得也是頂泰豐等級的 非常好吃耶 這個非常好吃 然後吃起來很飽 這樣子 也沒有水準 這個颜色 這個肉啊 也是蠻鮮甜的喔 吃得干净 YOLooo 我個人覺得 我比較喜歡 這個多餘鼎 陳鈦這銅滨台灣的紅油炒手 這個醬 我真的很喜歡 如果外帶回家 再煮個麵 對 再煮個兩三碗 真的 這是一個秘技 我覺得 非常好吃 真的 這也太刻意了 帶一個醬回家 對 什麼操作 這也會110頂 太分了我半價了 真的很便宜耶 我們要喝飲料啦 你看它這個跟我們在之前南部喝到的茶一樣 它就是茶葉泡在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綠嘴 就直接倒出來 我很喜歡這個耶 我第一次在台北看到這個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啦 沒有注意到而已 我們就點了這兩個飲料 然後這個就是真實的茶葉就好喝 那我們剛剛已經吃了比較麻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比較藏不出味道 喝出來就是嘴巴都是麻的 都比較濕蒸的 但是可以喝得出來 它應該本來是蠻好喝的 檸檬味應該蠻重的 對 而且你看它那個檸檬粒都還在裡面 對 也不錯 太有趣了 連椅子都做成豆腐的樣子 好啦 我們吃完了 這間店我很喜歡耶 我覺得口味上面算是 還蠻一流的 而且價錢也真的非常的平時耶 我想說可能吃這個是網美的樣子 可是吃起來不是像網美那種 只有須有其表的這樣子 它非常有深度 對 好吃 好吃 真的喜歡 很推薦 好啦 我媽來開吃啦 我最喜歡吃這種大腸頭了 對啊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是大腸頭圈 然後它是寫限量的 剛好剩最後一份啦 所以老闆說只能做綜合的給我們 就是花生的跟原味的個半這樣子 對 我自己就是看到這種花生的 我就會很受不了這樣 而且你看它這個外面的皮啊 哇 跟我們平常吃的不一樣 它這個是比較厚的 真的像是一個真的大腸這樣 以前那個是可能比較薄一點這樣子 像我外面吃那種大腸包小腸那種大腸 非常的薄這樣子 完全不一樣 它剛剛又叫了一聲 真的不太一樣 它吃進嘴巴裡面的時候 好重的那種 就一般你點那種 切材麵的小菜裡面的大腸的那種味道 對 我有試過這種的 可是你吃一般的米茶 是不會有那種味道 真的 我看一下給大家看 你看這就是 大腸在外面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要吃到這一種 還蠻不容易的 我是第一次知道耶 真的假的 我以前有吃過 就是南部很常吃到這種 所以我跟你說 我很喜歡吃到這種 我每次去看到這種 為什麼必點 就是我很期待可以吃到這一種東西 哇 這邊就有了 我覺得很讚耶 哇 我有點瘋狂了 我覺得好好吃喔 每次看別人都在說 瘋掉 他人生第一次吃到這一種的 好好吃 好有咬勁 好像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每次都說我要吃這種東西 就是我很期待 吃到這種你就會覺得 哇 好好吃喔 怎麼會這麼好吃 跟我們一般吃到大腸包小腸 那個大腸真的太多了 我剛剛雖然講過 可是我想再重生一次這樣子 真的推薦大家來吃一下 經過就來吃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土豆 然後你看它這個米粒啊 很純淨 所以它這個 糯米的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香 非常好吃 然後吃起來是很乾淨 而且它以前有一些是比較偏 呃 紅蔥 那種蔥味比較多 它沒有 這個我都喜歡 但是我覺得 它味道純淨吃起來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 喔 這個皮真的太香了 太好吃了 好啦 又換到我們秀泰的 網美型的東西啦 這個是灑白甜 我每年跟它經過的時候 覺得很好吃的樣子 對 然後開始吃啊 我剛剛為了要把它拿起來 結果它三顆 黏在一起了 這個是芋泥的 然後它裡面的芋泥啊 它有一點芋頭的口感 然後它這個本身是鮮奶麻薯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在吃的 這麼好的狀態下在吃 不會覺得就是很脹很脹這樣子 剛剛芋泥的最後一口被我吃掉了 然後裡面吃的到一塊一塊的芋頭 對 而且其實吃到最後面會有一點奶香跑出來 用料還蠻紮實的這樣子 一下子巧克力就在先吃啊 我邊講啊 這三顆是70塊 但是它剛剛說它覺得稍微不便宜 你又想我們去花蓮吃那個一顆啊 就是18塊20塊 可是它剛剛那個芋泥的那個料啊 其實蠻足的是整塊的芋頭這樣子 我現在吃到這個巧克力的 這個就是 它叫蒸果巧克力啊 其實就是金砂的感覺 裡面有那個堅果 也不錯對不對 好吃耶 其實很好吃 嗯 然後它那個 滑稽的口感啊 也是非常的軟糯這樣子 這個好好吃 這個真的好像吃到金砂 好 那我來吃吃看 喔 巧克力這個可以一點 好吃好吃 我也覺得好吃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買的話 如果下次再點我可能會三個都巧克力 不一定 搞不好你現在吃到花生你就覺得 因為我是碰到花生 你一定會必吃的那一種人 或是芝麻 它外面有 裡面也有耶 很重很重 它快要掉下來 對啊 正常外面都會裹 我來趕快吃 我來趕快吃 你知道剛剛一陣風吹過來犯什麼事嗎 就是 欸 這個叫做花生吹雪 我覺得也好吃耶 我跟你講它裡面的那個 花生粒是一顆一顆的這樣子 是很大顆的那一種 然後裡面又吃得到糖粒 所以口感很豐富 然後外面軟糯 然後咬到裡面 咬到大顆的花生粒 小顆的糖粒 口感很足喔 很好吃 它吃下去會摳摳摳的這樣 反正是第一個 那個我們沒有覺得那麼好吃 雖然說它用料很實 可是會覺得比較薄一點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是沒有辦法入口都驚豔 它是後面的尾油會慢慢出來的 對 這個我覺得可以推喔 這間推推喔 還有它剛剛看到這個 馬上就是少女星爆發 很吸引 對 這是什麼 玫瑰茶對不對 裡面很多玫瑰花瓣 對啊 來開喝一下吧 你看它這裡面的嘴 也是像那個剛剛的茶一樣的 就不會喝滿嘴都是花瓣 一個字 香啊 對 然後它也沒有過多的糖 就是很清爽這樣子 對 它糖味沒有調 故意沒有調那麼的濃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有一種膩感這樣子 然後花茶的味道很足夠 不會像是喝水這樣子 對 這個如果太甜的話 會很庸俗這樣子 很香耶 我覺得也是推薦可以買一下 可以 一個仙女的飲料 對 好啦 開心吃啦 這是我的主廠 就是比較傳統的東西 那這以前是它一直跟我講說 多酥鵬多好吃 然後我每天天在那邊講講講 然後我就覺得沒什麼 然後有一天它終於就買回來 其實這種東西在你家附近的那種團購都會買的到 就是很多人會團購這個 然後結果後來 就是那一整盒啊 好像吃了一兩個 最後面全部都被有吃完 然後就說哇 這一間還滿好吃的 對 它就是說CP值非常高啦 因為以前我們在買的時候 一顆才十幾塊 然後料好實在這樣 口味也不錯 現在有比較漲價 我們剛剛算一下 一顆是差不多23塊 我買綜合的 好啦 我們就不多做解釋了 這一間應該滿多人知道的 那如果你沒有吃過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看看 家裡附近有團購 就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 我一拿出來我就挑一個 我最不喜歡的口味咖啡 結果是你最喜歡的 其實我想要一首歌耶 梁永永齊的歌你猜 它第一句 欸 我年紀比較小耶 你愛咖啡 你一定要口感 對 你看 人家說你不會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啦 這個我就不解釋了 這一間好吃 然後裡面 如果你把它變在冷凍的話 我那時候就很喜歡它 有點像冰淇淋的口感這樣子 我喜歡冰淇淋的口感這樣子 我喜歡冰淇淋的口感 等下我們回去的時候 小孩一定會瘋狂這樣子 幸福喔 都是冷凍的啦 所以吃起來就跟冰淇淋一樣 這樣吃很好吃 但是因為小朋友 比較不能吃咖啡 所以我也會先把咖啡 都是吃掉的時候 然後回家這樣子 好像在講藉口 其實是自己喜歡吃 它的咖啡很好吃 因為 剛剛吃就覺得不太甜 然後咖啡味還滿濃的 我最喜歡的還是巧克力 嗯 好來稍微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來這邊 其實我們有找到好幾間是羹 那這邊小吃非常的多 可是呢 比如說像羹有好幾家 那我如果一來就吃了那一家 等一下就告訴我說 欸下次那一家 我現在就是直接就是 每個人心裡吃的都不一樣 賴皮直接等你們答案 說哪一間最好吃 我看誰最多 下面留言最多 我就下次來就直接吃那一間 好啦先這樣子啊 大家掰掰 掰掰 那就看你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